跨性别者更换身份证性别 依照现行规定 必须由精神科医师鉴定 并且进行性别重置手术 但是有一名跨性别人士 想要将身份证性别从女性改为男性 要求免数患症 被护证机关拒绝 因此提行政诉讼 昨天获判胜诉 而这也是全台首例 迎来好消息喜悦藏不住 Nemo是跨性别人士碍于身体因素 没做性别重置手术 申请身份证性别从女性改为男性 被护证机关拒绝 提起行政诉讼后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三十号判决胜诉 更是全台第一起跨性别男性免数患症的胜诉案件 法院直接命护证单位必须要为这个当事人变更性别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希望能够引领着后面更多的胜诉判决 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这个函视能够尽快的把它变更 这回获判胜诉一大关键理由 何议庭认为要求跨性别者在性别变更前必须进行手术 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严重侵害身体权 健康权 人格权与人性尊严 在不妨害社会秩序的前提下 人民有自主决定性别的权利 国家应该尊重 伴侣盟也喊话中央 别再把强制手术作为跨性别者 性别变更要件 也呼吁护证机关别再双诉 翻阅内证不函是跨性别者变更性别 得由两名精神科医师开立诊断证明 最后一步就是手术 摘除阴经 睾丸或是子宫 卵巢 乳房 不过几年前也有一起胜诉订业案件 跨性别者免手术身份证从难换成女 这回再有人提告后获得胜诉 护证机关回应 尊重结果 收到判决书后研议是否上诉 但在制度未变前受理这类案件 还是以既有徽定处理 记者陈冠雪 陈立峰台北报道